嗨,大家好,欢迎来到牛妈冲冲冲 明天就是圣诞节了 牛妈在这里祝大家圣诞快乐 多伦多这边这两天一直在下雪 温度在零下十几度 再加上暴风,体感有零下二十多度 非常的冷 这么冷的天我们也不想出门 就待在家里备好材料 和孩子们一起做好吃的章鱼小丸子 这里就是我们用到的所有食材和调料 做章鱼小丸子首先要有章鱼 我这里准备的是很粗的那种章鱼须 你也可以用鱿鱼代替 一会儿呢我们先给它汆烫一下 然后我还准备了一些熟的蟹足棒 可以多一种口味 你也可以准备一些虾 做虾味的小丸子也好吃 我们吃小丸子的时候会有一种鲜味 这个鲜味其实它源自于日式高汤 这一瓶呢是我提前做好的高汤 可以多做一些放在冰箱里 不仅做章鱼小丸子可以用 做厚蛋烧等其他的日式料理都可以用 做高汤用到的材料呢就是这两样 这个是柴鱼片 这个是昆布 我会在视频的最后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 日式高汤的做法 这个柴鱼片除了用来煮高汤 也需要最后撒在做好的章鱼小丸子上面 我这一包呢是在韩国超市买的 接下来这些是做小丸子面糊的材料 我这里有all purpose的面粉200克 搭配三个鸡蛋再加上这个日式高汤 这三种材料混合在一起就可以了 还有一个材料就是这个葱花 这个呢要多备一些 加与不加味道区别还是挺大的 最后我们看一下我们需要的调料 这个是美乃滋 这种是日式烧烤酱 你可以用在大阪烧章鱼烧上面 日式的炸猪扒也可以用这个当topping 还有海苔粉 这几种酱料都是在华人超市大同华买的 当然最重要的还有一个就是这种做章鱼小丸子的模具 我这个是之前去日本旅行的时候买的 这种小家店很多地方都可以买到 以上就是我们所需的所有食材 现在我们可以开始制作了 第一步我们先汆烫一下章鱼 这是我已经烫好切好的 只要水开后烫一两分钟 章鱼变色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调一个面糊 如果在意口感呢可以先把面粉过筛一下 然后打三个鸡蛋搅拌均匀 再加入日式高汤650毫升 使蛋液和高汤充分混合 然后把这个高汤鸡蛋液倒入过筛的面粉中 边倒边搅拌 不停地搅拌直到面糊顺滑没有颗粒为止 我们可以把面糊再倒回刚刚的那个凉杯里 方便一会儿倒入章鱼烧的模具 这样我们前期的准备工作就做好了 现在可以开始制作了 我们先打开这个模具给它预热一下 另外我们可以准备一些像这样的竹签子 方便一会儿翻转小丸子 预热好之后呢我们可以先喷一点点油 不喷油也可以 本身是不会粘的 有油的话外皮做出来会更香 然后我们把面糊均匀地倒入模具里 先倒一半 接着放入切好的章鱼 每一个里面可以放两到三颗或者更多 自己做就比较实惠 然后撒上葱花 最后再倒一些面糊 倒满整个模具 我们可以耐心等一会儿 等周边的这个面糊凝固了 我们可以开始用竹签给它翻面了 这个过程可能需要一点点耐心 手能生巧 越翻会越好 最后就会成一个小丸子的形状 这个很适合家人朋友一起聚会的时候 边聊天边操作 每个人都可以动手试一下 慢慢地享受着烹饪美食的乐趣 做的过程其实是很解压的 等到这个表皮烤到金黄色 有一点酥脆的感觉 就可以装到盘子里了 最后我们再给它调味儿 先挤上一层日式烧烤酱 再挤上美乃滋 再均匀地撒上一层海苔粉 最后放上柴鱼片 这样美味的章鱼小丸子就做好了 我家孩子们都很喜欢吃 可能中间有参与制作 所以他们觉得自己做的特别好吃吧 因为有海鲜 大家最好趁热吃 最后呢 我再给大家具体说一下 日式高汤的制作方法 这个昆布大约是10克 柴鱼片是20克 搭配一升的水 这个比例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调整 我也是根据YouTuber Masa老师来学的这个日式高汤的做法 首先呢我们把干的昆布浸泡至少30分钟 这次泡了30分钟的昆布 它已经有一些软化 很多味道已经泡到汤里去了 然后呢我们开小火 给它加热10分钟 但是不需要把它煮滚 让这个昆布在加热的过程当中进一步浸泡 10分钟之后我们转大火给它煮滚 煮滚之后马上把昆布先捞出来 然后我们把柴鱼片放进去 大约滚个一两分钟就可以关火了 这样我们的日式高汤就做好了 我们找一个滤网 把这个柴鱼过滤出来 就可以得到我们需要的日式高汤了 剩下的昆布和柴鱼片 也可以炒一炒当个小菜吃 不用浪费 这就是我给大家分享的章鱼小丸子的详细做法 希望你喜欢我今天的分享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